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理娱乐局 今天小编将通过有趣的净化冷知识来激发您的大脑 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穿衣服 以及我们与香蕉有多少共同的滴个雷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冷知识一,每一种生物都可以将其祖先追溯到数十亿年前的细间 冷知识二,熊、海豹和狗是密切相关的食肉动物 但与猫和猎狗处于不同的净化数分之上 冷知识三,有些蛇有宽骨 这表明它们曾经像它们的近亲蜥一样有四条腿 一些鲸鱼和海豚体内有小骨头 表明它们曾经有后腿 并且它们的祖先在陆地上行走 它们偶尔会以微小的后期撞之重新出现 冷知识四,鸟类是从恐龙净化而来的 两者都是爬行动物的后代 现存与鸟类关系最近的爬行动物十卧鱼 冷知识五,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净化很少遵循直线 相反,它更像是一棵有许多分支的树 有些分支通向新的分支 而另一些则成为死胡同 冷知识六,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是棕色的 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来自黑海的单一基因突变 将眼睛从棕色变成了蓝色 目前世界上大约8%的人口拥有蓝眼睛 冷知识七,大象的鼻子是进化发展的一个惊人的例子 它是鼻子和上唇的结合体 随着大象祖先的身高和象牙的增荡而变长 由于头部沉重 它需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才能到达地面 冷知识八,从生理上看 人体在过去五万年里似乎变化很小 然而饮食的改善,寿命的延长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开始加速进化过程 冷知识九,所有人类在子宫里都会长出一条尾巴 最终会消失 冷知识十,达尔文1809-1882并没有提出 逝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它的理论 相反,哲学家赫伯特·斯宾瑟·哈尔伯斯班瑟 1820-1903创造了这个短语 冷知识十一,达尔文并没有争论人类来自猴子 相反,他只写到猴子 猿和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冷知识十二,大约5.5亿年前 人类与文昌鱼,一种肝状海洋动物 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冷知识十三 一对父母必须生育四万亿各个幽儿 才有可能生出与其他孩子具有相同基因的孩子 个体之间的遗传变异是物种进化的关键 冷知识十四,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 十分之右的美国人同意 人类和其他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第三个人拒绝进化论的观点 冷知识十五,大约43%的共和党人 和67%的民主党人相信进化论 冷知识十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认为 人类和动物是随着时间进化的 年轻人比老一辈更有可能同意进化论 此外,那些受过较多正规教育的人比那些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可能同意进化论 冷知识十七,人类与酵母有大约31%的基因相同 酵母是一种每90分钟复制一次的活细胞 它们与相交有大约50%的基因相同 冷知识十八,大约35万年前 人类计划出了下降的喉部 使人类能够说话 人类还拥有下降的舌骨 使人类能够清晰地表达单词 相比之下,例如黑猩猩的喉部位置 比人类的喉咙更高 冷知识十九,大约1万8千年前 生活着一种类似霍比特人的人类 它们大约有三岁儿童那么大 与猪如像和十英尺长的蜥蜴生活在一起 冷知识十二时,人类骨盆的变化 使人类能够直立行走 但也使生孩子比动物界的其他动物异常危险 此外,帮助人类保持平衡的下背部腰部曲线 更容易受到疼痛和伤害 冷知识十二时一,平均一平方英寸的人类皮肤有语 其他临肠类动物一样多或更多的毛囊 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头发更细,更短,更浅 冷知识十二时二,虽然其他临肠类动物有相对的拇指 但人类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他们可以将拇指穿过手,到达无名指和小指 人类还可以将无名指和小指向拇指根部弯曲 这使得人类能够拥有强大的抓力和灵活性来误助和使用工具 冷知识二时三,查尔斯·达尔文在加拉帕克斯群岛时 并未提出他的进化论 他的想法是在他航行归来之后才产生的 冷知识二时四,人类服装的发展影响了其他物种的进化 例如,与所有其他种类的狮子不同,体是附着在衣服上而不是头发上 冷知识二时五,进化生物学家假设 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物种重视同一性 这导致了右手主导,左撇子仅占正常人口的10% 然而他们却占了精英运动员的50% 冷知识二时六,研究人员认为 火的发现影响了人类的进化 或使人类能够烹饪食物,从而使食物更容易咀嚼和消化 进而导致人类牙齿和肠道尺寸的减小 冷知识二时七,虽然大多数动物都会繁殖直至死亡 但人类已经进化到再具有 繁殖能力后仍能存活很长时间 科学家认为,这有助于确保女性家庭的成功 冷知识二时八,进化论包含三个基本部分 一,生物体的DNA有可能发生改变或突变 二,改变是有害的,有益的或中性的 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突变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冷知识二时九,突变通过在物种基因库中提供新基因来促进进化 许多因素会导致DNA突变,包括X射线,宇宙射线和辐射 和细胞中的随机化学反应 冷知识三时,1861年在德国发现了一种名为十足鸟 第一鸟的原始鸟类化石 它有羽毛的痕距和一条又长又骨的尾巴 科学家认为,这块化石将鸟类和爬行动物联系在一起 是知识达尔温进化论的第一个确凿证据 冷知识三十一,1870年代 德国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而塞口提出了进化及进步的理念 该理念假设所有自然都在朝着最终目标前进 那就是人类 冷知识三十二,现代进化论认识到进化并不总是意味着进步 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更先进的动物可能会灭绝 而不太先进的近亲则可以生存 冷知识三十三,达尔温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进化论的人 他真正的成就在于他能够在大量准确信息的支持下 提出更连贯的进化了论证 冷知识三十四,科学家认为顺魔,人眼角的粉红色小组织 是第三眼睫的残余物,类似于鸟类,爬行动物,鱼类合 其他不如动物所使用的半透明眼睫 它由于保护眼睛或湿润眼睛 冷知识三十五,DNA遗传物质链 都发现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最有利的证据 通过比较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并观察基因编码的变化 科学家可以了解不同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并确定共同祖先生活的时间 冷知识三十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无法摆动耳朵 或控制为耳周围的耳阔肌肉 科学家认为,这种肌肉使人类的灵肠类祖先能够 向不同方向移动耳朵来精确定位声音的位置 当他们开始群居时,他们就不再需要一动耳朵了 冷知识三十七,科学家认为,智齿和栏尾是人类主要倚 叶子为主食时留下的设备 随着人类饮食的改变,这些附录基本上变得毫无用处 冷知识三十八,打嗝可能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水生祖先 在不辱动物中,大脑中将水推过鱼塞并使两棲动物 吸入空气的线漏已被不完美地重新领接 它会使隔膜静蓝从而引起打嗝 冷知识三十九,由于进化,许多动物每年产下数百枚蛋 一切老其中,少数能达到成年 如果所有的青蛙都能存活下来 那么十年之内,世界上将充满青蛙 冷知识四十,动物利用脚部的直肌来用脚抓住和操纵物体 例如,连似乎能够使用它们的脚和手 然而,在人类中,这种肌肉非常不发达 以至于,医生在需要组织来重建身体 其他部位时经常将其切除 现在大约有百分之九的人出生时就没有它 冷知识四十一,鸭嘴兽是爬行动物中最早的哺乳动物分支 它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产卵蛋产奶 它还进化出了独立于爬行动物祖先 产生毒味的能力 冷知识四十二,与其他灵肠类动物相比 人类的毛发很少 研究人员认为,人类进化出这一功能是因为 一,它使人们更容易在潜水中寻找食物 二,它帮助人类宰炎热的 吸收草原上更快地散失热量 三,它有助于减少体内寄生虫的数量 冷知识四十三,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五百万年 现代人,或称智人出现于二十五万年前 直到二十五万年前,人类还与更强壮 更乱壮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一起 科学家们不确定尼安德特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冷知识四十四,哺乳动物耳朵的进化可以通过鱼类 两期动物和爬行动物化时清楚地追踪到 哺乳动物的内耳有三块小骨头 最初是鱼的河骨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形状和功能发生了变化 缩小并远离下巴 这使得哺乳动物能够发展出优越的听觉 冷知识四十五,马达加斯加以1.65亿年前从非洲分离出来 当时,非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如大象和长颈鹿,还没有进化出来 因此,大象和长颈鹿并不生活在马达加斯加 河马被认为是唯一游道 马达加斯加的大型哺乳动物 冷知识四十六 一些科学家认为,如果人类殖民其他星球 殖民者将面临新的环境条件,例如低重力和引气 几个世纪以来,殖民者以及它们带走的动植物 都进化出了不同的外观和行为 冷知识四十七 熊猫的拇指实际上是一块增大的旺骨 经过进化,可以让熊猫抓住它最喜欢的食物,竹子 冷知识四十八 生气时嘴唇抽动使进化的遗留物 这是效入侵者露出牙齿的第一部分 在狼、熊和黑猩猩中也可见到 冷知识四十九 鸟类已经有七千万年没有牙齿了 但研究人员在突变鸡的胚胎中发现了牙齿 研究人员认为,即失去牙齿是为了长出汇 尽管它们仍然有长出牙齿的潜力 冷知识五十,科学研究表明 脸红可以传达一个人感到羞愧或歉意的信息 从而有助于缓解叠异反应 研究表明,脸红会引起同情 这有助于让对象保持活力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冷知识五十一 研究人员认为,七皮疙瘩是早期人类覆盖的浓密毛发的残留物 关于进化,您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知识分享,既要有趣,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技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文化知识 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